本性是自然的根 很多人做生意时 假心假意地对人家好 其实是为了赚人家更多的钱 从佛法角度来讲 这种心态 不是正规的学佛学法 也不是慈悲 所以他的心中就没有力量 当一个人心中 有佛的力量的时候 他才能无私无我的付出 无私无我的付出 一定不会是为了行善而去行善 你今天做任何事情 你不是为了行善而去做点好事 那样就是一种自然的行善 比方说 一个老人家要摔倒了 有的人心中想 自己是学佛人 自己应该去扶他 这是为行善而行善 这已经算是很好了 但是有的人什么都不想 他看到老人家摔倒了 他直接就上去 把老人家扶起来 一个是自然地帮助别人 一个是有目的地去帮助别人 你们说 哪一个人的境界高 要懂得 人性真实的付出 因为人的本性 真实的付出 那是自然的 用自然的心态 去帮助人家 而不是 为了个人的目的 那才是 真正的 帮助别人 真心付出 就能通达宇宙的真理 在人间 你说你有理 我说我有理 什么叫真理 你用真心 就能获得真理 真心是什么 就是一种慈悲 因为 这是人的本性 如果你用善良的心 去说某些话 去做某些事情 你就会得到 一种心理上的 真如实相的满足 我对这个人 说了实话 他爱听不听 那是他的事情 但是 我说的是实话 这就是 宇宙的真理 人跟人 要真心相待 看到人家可怜 要心疼人家 看见人家做错了事情 要慈悲别人 原谅别人 这就是 宇宙的真理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不是动物 和动物之间的关系 而是超出 动物世界的 人类生存境界 所以不能用 动物的争斗 来解决 人间的烦恼 要懂得 人法 两空非空 人 是指人间 法 是指法界 这是什么意思呢 人是空的 因为人 从生出来到死 就是这么一段时间 最后是空的 法界 就是我们的世界 今天的房子 一千年之后 就没有了 今天 我们所拥有的东西 几百年之后 几百年之后就没了 我们今天所接触的 吃过的东西 或者用过的东西 比方说恐龙 在远古时代 真的有过 历史上 有记载 但是 动物 有生灭 恐龙随着 时代的变迁 灭种了 就结束了 所以 你所拥有 法界的一切 都是空的 你自己本身 也是空的 这就叫 人法两空 但是 人法两空 你说空不空 空的 又非空 并不是完全空 你们现在 坐在这里 跟师父讲话 是不是空的 不空 因为你们是 实实在在的 坐在这里 师父看见你们了 你们也看见师父了 但是 这不是事物的本质 最后的本质 是归空 人法两空 非空 就是因为 心生 则诸法生 因为你的心里 产生了这个理念 所以 你才会得到诸法 人间空的物质 就会生起来 比方说 你对某一个人的感情 特别好 你就会生起一种 对他的 怜悯 和疼爱之心 这不是 你自己生起来的吗 如果这个人 跟你没有感情 根本不认识 你怎么会有这个心 如果今天 他不是你的孩子 你怎么会心疼他呢 马路上 有那么多的孩子 你也没有去保护他们 安抚他们 给他们一些幸福 因为那些 不是你的孩子 这些 不都是因为 你的心 而产生的吗 心生 则种种法生 因为 他是我的孩子 因为 他是我的母亲 因为 他是我的老公 因为 他是我的老婆 所以 我的心里 就生出来了感情 我就马上迷惑了 法就生了 等到人死了 或者 有些孩子 跟父母亲作恶 作对 最后 离开了父母亲 结束了 虽然 孩子没死 但是 父母对孩子的心 已经死了 这叫 心灭 则种种法灭 因为 我的心 已经灭掉了 我不想他了 他不是我的孩子 我再也不要看到 这个孩子 因为他害死我了 这个法 就灭掉了 你们的心 就是你们善和恶的 一个分水岭 如果你的心 生了善 你在人间所生的 一切法 就会善 如果你的心 饿了 你在人间所生的 一切法 就会饿 万法为心造 一个人的心 就是这么造起来的 一个人的起心动念 都是自己想来的 我今天喜欢这个人 不喜欢那个人 都是自己想出来的 我今天恨这个人 也是想出来的 如果你哪一天想通了 你就不恨他了 如果你今天 起心动念 恨他了 爱他了 等到过一段时间 你不爱他了 你就没有了这个心 你就没有这种恨 你也不会再去爱他 这就叫 法灭 师父跟大家讲 要追寻 没有自我意识的本人 就是说 要追求一种 超自然的东西 因为有我 你才会自私 因为有我 你才会觉得 这个世界 非常的渺小 因为有我的存在 你才会忽略了 他人的感受和存在 如果没有我自己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圣人 因为你心里 只会想着众生 没有想到自己 你就是菩萨 在人间来讲 很多忘我劳动的人 忘我牺牲的人 因为他早把自己忘掉了 所以他脑子里 只有别人 他就是 一个高尚的人 一个脱离了 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这样的人 就是学佛人 如果一个人 把我放在身上 这个人 就变成了一个 自私的人 因为有了我 他才会 什么都以自我为中心 并很快 把别人都忘记 本然是什么 就是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自己 你就会 恢复你的本性 母爱 就是一个母亲的本性 一个母亲 心中只有孩子 她把几个孩子 都喂饱了 最后 自己饿了 都不知道 她完全忘记了自己 师父举这个例子 就是要告诉你们 一个忘掉自己的人 她就是学佛人 一个忘掉自己的人 她会找到 她的本然 一个母亲 忘掉自己 对孩子这么好 最后 她忘记了 她自己 还没有吃饭 还在挨饿 因为她一定要 让孩子先吃饱 这就是本然 如果我们学佛人 整天把自己 放在心中 你就找不到 你的本然 这样学佛 是没有用的 你今天 站在外面 发书也好 劝人家 学佛也好 你劝了半天 人家不听 你接下来 就发牢骚 不开心了 如果你不停地 跟别人去讲 忘掉自己 她开心 你也开心 她听不懂 你着急 你完全把自身忘了 你很快的 就能度到她 否则 你是度不到别人的 所以 学佛人 言传身教 都不能 有我像 都要 忘掉自己 有我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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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